迎接四月儿童月的到来,金山区公所与万里区公所攜手举办第二届金万儿童艺文月巡回展演,将会在四月十五日的晚间七点开跑。 而去年金山区公所首度办理第一届儿童艺文月巡回展演,民众热情响应,超过千人前来观赏。 今年金山区公所特别扩大场次,联合万里区公所共同来办理,并与金山及万里区的国小一同共享盛举,要让更多的亲子能够感受儿童月的艺文美礼。 第二届我们打算扩大办理,所以我们联合了万里区公所,金山万里地区来联合办理,所以今年第二届金万儿童艺文月,我们有别于去年第一届就是我们家开的场次,我们也跟万里的国小有合作。 所以今年的儿童艺文月会连续五场次的演出,在这个连续五周的周五晚间,会在五间国小分别的做展演。 本次活动由六亿剧团带来五场独创的系列演出,结合金山万里在地特色编创而成的儿童剧《千顺传说》,五个场次场场内容都不同,还有几点换礼物的环节,也邀请大小朋友一同来看剧, 把五场戏剧都收集观赏起来。 如果有兴趣,这五场次的演出呢,是不一样的剧情,它是一个连续的剧情,那欢迎大家呢,我们家五场次都把它观赏完毕,透过寓教娱乐欣赏的过程,也可以了解我们家乡在地的特色。 最重要的是,欣赏这个五个场次过程中还会几点,你如果呢,五个场次有去三个场次以上,做欣赏有几点到三个场次以上,我们也会有小奖品,小礼物。 那如果呢,全情五个场次,也有全情的礼物,欢迎大家共享盛取参加第二届金万儿童一文乐演出。 第二届金万儿童一文乐将会依序在金山国小、三合国小、中角国小、大鹏国小以及金美国小进行巡回的展演。 而相关的活动讯息可致金山区公所及万里公所网站、脸书或金山区公所赖社群公布烂查询。 指教评和金山采访报道。